如果你說這一塊是叉燒 老實說我真的完全不認同 當然最離譜的地方就是 給一塊32元的印象 居然只有6塊的叉燒 昨天就有跟大家說到 我來了深圳一個 在去年9月份才剛新開業的商場 曼達廣場 曼達廣場由於它的地理位置 真心是比較生卡 因此它想了很多辦法來吸引人流 除了在商場裡 也有非常多的打卡位之外 它裡面有不少商戶 都是深圳手店 甚至是全國 以至是全世界的手店 今天來試吃的這間餐廳 就是其中之一 嘉欣就是香港道鄉集團 旗下的一個新品牌 主打新派粵菜的杜小廚 都知道有不少朋友 都比較喜歡吃廣東菜 嘉欣這東西吃 最適合我們口味 所以今天就進來試一試 看看它的出品 到底是否可以 雖然杜小廚 聲稱它最招牌的食物 就是這個小腩 但我發現大眾點評上 其實不是很多人推介 因此我決定先來試試它 第二招牌的食物 黑叉燒 六塊剩為32元 看起來應該都是用 大陸比較常用的五花腩 而不是香港常用的梅頭 來做這塊叉燒 而且醬汁的比例都幾多 整個碟面都是那些很稠的醬汁 另外每一塊叉燒上面 還有灑到少許桂花碎 這塊完全顛覆了 有小到大堆叉燒的概念 其實就是一塊肥豬肉 塗了很多叉燒醬 在上面 你完全不會吃到 任何焦脆的效果 醬汁的味道太過濃 濃到完全蓋過了 豬肉本身的肉香味 也濃到完全吃不到 任何桂花香味 而且老實說 是很鹹的 幸好肉質淋得來 挺彈牙 應該都是用上 比較新鮮的五花肉來做 不過如果你說這塊是叉燒 老實說我真的完全不認同 另外濃稠兼尺 很重口味的醬汁 再配搭五花腩的肥豬肉的部分 吃起來其實是非常柔的 當然最離譜的地方就是 給了一塊32元 居然只有6塊的叉燒 真是有一點而離譜 試了它旁邊用來半碟 應該是梅子番石榴 好 配搭這塊是一個好名字的決定 酸酸的梅子 可以很有效地清脆 吃這塊這麼油膩的叉燒 肥膩 但它只給了4塊 似乎就分不均 接著我們試這個 檸檬撈手絲街 半隻成為48元人仔 雖然說半隻 但其實雞肉的份量 似乎沒有半隻那麼多 很少雞肉 而裡面主要是青瓜絲 另加少量的芫荽 還有洋蔥絲 還有一些乾檸檬的材料 試一塊雞皮 雞皮很滑 而醬汁老實說沒什麼特別 主要好像是豉油味 外加少許檸檬香味 再試雞肉 不算特別滑 吃到後來有少許渣 而且好像沒什麼雞味 多吃兩塊 不可以說完全沒有 不過是屬於比較淡的那一隻 真心不算特別好吃 只吃青瓜絲的話 其實那個醬汁很辣 我想大概是有二小辣左右 不能吃辣的話 千萬不要吃辣 這裡除了一些小菜之外 其實還有買一些點心的 尤其是這個 麻醉鮮蝦紅米腸 和大陸常見的紅米腸 最大的分別就在於 這條好像是放大版 比起坊間那些粗身很多倍 另外旁邊就有配到 豉油和辣椒醬 咬下去你就會知道 為什麼這一條會比坊間的粗多 並不是因為裡面的餡料多很多 而是因為中間的一層酥皮 是零射厚身過人的 所以就是這樣 由於它比較厚身 因此吃起來的感覺就更加酥脆 令到那個口感層次更加分明 加上外面的陳腸粉很夠滑 而裡面的蝦 吃得出應該都是新鮮的 很重的蝦味 兼且是很爽口彈牙的 因此這個紅米腸 的確是比坊間那些 稍為好吃一點的 之後就來試這個 齊家煎牛餅 一份四件 成為29元 除了有些牛餅之外 旁邊還有一些炸的蓮子 還有一些泡椒牛條 蓮藕一般般 脆就挺脆的 但是是完全不粉的 亦都吃不到任何蓮藕香味 不過上面的肉餅 侵了多少肥豬肉 吃起來很重的肉香味 這次整體的味道來說 都算不錯 另外雖然沒有配到喵汁 但是吃起來也不會覺得乾身 是略為偏油了一點 最後就是麗絲 在大眾點情上面最多人推薦的 1769年 拿破崙酥 老實說 我是第一次在中餐廳吃這個拿破崙的 造型都挺有趣的 旁邊有一個拿破崙的公仔 但是 它的拿破崙酥 整個拿破崙真似的 一、二、三、四、五、六 下廢 Everything 很多馬上裝 UI 連 Geld 那當然我都是在中餐廢 我和這間餐廢量還用了 還有跟人類似的 遇到我說 肯定可以一整天 這次是吧 但是這個雖然很好 每層蕃路 放鬆 脆的 還能突破 而且旁邊還會有很多水不斷地掉下來 另外它的忌廉是屬於比較輕盈的一種 吃下去不會覺得軟 而忌廉裡面其實還有一些水果粒 不過吃起來似乎是一些蘋果、奇異果 甚至有一些綠綠地色 但吃起來是完全沒有水果味的東西 我就懷疑會不會是青瓜來的呢? 但由於無論是奇異果還是蘋果 本身那種水果味都不是特別濃 因此就導致你吃下去好像只吃到奶油的味道 所以雖然它的口感是做到100分 但是味道方面真心是比較寡的 好了吃飽飽了 今次我是兩個人來吃的 在大眾點評上面買了一張 68元代100元的QPON 買單的價錢其實是136元 陽關消費是68元人仔 為港幣的話大約是80元鬆一點點 價錢以深圳的粵菜餐廳來說 老實說不算貴的 但那些食物質素呢 我就覺得真的比較一般 整餐飯我唯一滿意的就是那碟紅米腸 稍為比坊間那些水準高一點點 而且整間餐廳最大的問題就是 它那些服務態度也真的很一般 這裡是要收茶位費的 所以坐下來之後 那個大姐就會問你想喝什麼茶 一口氣就羅列了很多款茶給我選擇 但是其實每一款茶的收費都是不同的 而那個大姐就完全沒有跟我說到 究竟哪一款茶是收多少錢 是要我自己走去看菜單才知道 原來有部分茶種會比較便宜一些 最便宜只是6元一位而已 感覺上做生意就不是太老實了 不過最令我激氣的就是 我剛才吃到半小時就出去洗手間 回來的時候由於腦袋在想東西 因此就聽不到門口的大姐問我 是不是有胃味 而是就這樣走過 誰知我走過之後 就聽見她很大聲地罵我 說我不給她反應 沒錯我承認我剛剛游了魂 沒有拍到她 是有我的不對之處的 但我作為客人 你都沒有理由用過這麼差的態度來罵我 因此我想這間店我真的試一次就算了 好了今集就先來到這裡 如果想看我昨天出的那一段 有關於介紹這一個 在去年9月份才剛開業 開業頭五日到訪人士 足足達到100萬的 龍江萬達廣場的那一段片的話 看youtube的朋友仔 就可以按右上角的i字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